哎呀,这刘海让我一剪的脚性给毁容了 你瞅瞅,太难看了 慢慢长吧,反正我长得快 哎呀,大家好,我是胖姐 哎呀,其实啊,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说 我跟我姐都不应该再联系 但是啊,她在别的平台做直播 也想给自己挣点生活费不是吗 大冷天的,哎呀,我看着说心里话 真是心疼,她每次直播我都看 她虽然不知道我在观察的,她不知道,一直都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心里有些惦记 因为这么多年吧,俺们姊妹五个 我跟我大姐关系最好 你看,我直播的时候也说过这件事 就是我从上至搬到兵县的时候 她呢,跟我到兵县,又把孩子留过去了 我帮了张罗娜 哎呀,我到盐口的时候呢 她跟我到盐口,也是帮她找工作呀,租房呀 也跟她反正没少操心 哎呀,这两个孩子呢,她家两个孩子 我也是没少帮忙,没少惦记 说实话,有的时候比我自己儿子操心都多 因为我姐那个性格吧,就是咋说呢 想的可尽了,不忘远想 目光短浅 而且就是得过且过那种那种感觉 想法特别少 就是,哎呀 就这么个人 所以她现在你说老了,手里没有钱,没有房 没有养老金,六十一岁了,比我大七岁 我说我就跟娃儿姐联系,我说你把我这个号号 我的微信号 给张姐 看我能够帮了点 她没想到就家伙了,家伙之后就 也是跟我俩也是说了不少 也是挺惦记我的 怎么怎么这,总打听我 咋咋地的 从娃儿姐那打听我呗 哎呀,我就心软了,她直播那天我就去了 去完之后回来吧 我拍视频会儿都能看着 我说就气得够呛啊 他妈,你老管他干啥呀 比我老旧强不哪去 而且还也是忘恩服役的 你这帮了多少了 帮了多些了吧 哎呀,我说他家老二 你二哥现在也可不省心了 外边拉不少机会 他家孩子还在上学 你说他指啥呀 我就帮帮你大姨 你大姨是不是老了 自己挣点钱 手里有点钱 是不是跟哪样老他也有底气呀 他说你说你一百遍 你也不听 他那俩的不好 也不是你造成的 你也没少帮 你帮完之后来 又是像以前那样 见里面连招呼都不打 连三姨都不叫 你不是韩星过 你还垫着帮啊 那他儿子过得不好 他怎么就对你帮 他就好了 也不是没帮过他 其实我帮我姐 头几年坐小妈妈时候 也带过我姐 他那几年他也没少挣 大概两年的时间吧 也挣个十万八万的 但都搭他儿子身上的 他儿子也是挺不省心的 哎呀,我姐的命 也是不好 说实话 我帮完他 挺后悔的 就是跟他联系完之后 挺后悔的 我倒不是说 认为他是累赘 我后悔 而是因为想起以前的事 我也挺担心的 你就再像以前那样 万万福一的 你说落井下石的 因为很多细节 我不想在这里说了 我也 哎呀 想的也挺多 你别叫唬了 也差一个掐子你 我就担心这个 你将来不更得 我更得伤心吗 太难看了 真的 我也确实想过 直播的时候 就把一般是我俩经历的事 我都仔细说一说 视频里我就不想说那么细了 虽然是亲姐妹 但是有些事真的 大家伙 像咱们这个年龄的 哥兄弟姐妹都不少 也一定要给自己留点后路 别全心全意的都付出之后了 等你伤心的时候 哎呀 那个真的 亲人那种伤心哈 是扎心的那种疼 你们没经历过 就没体验过 那种扎心那种疼哈 真的就像把你心挖了 这个揉起碎起碎的 跟饺子馅似的 再给你塞回去 就那种感觉 那种看那句话挺好 这破镜重圆 还有裂痕 绳子断了 把他绳子在街上 还有一个结呢 确实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这个结 但是就是 哎呀 咋说呢 反正帮着帮的到这得了 往后呢 我也不想再帮的多少了 也不想走太近了 不像以前走那么近了吧 因为有很多兄弟姐妹 跟我经历差不多点是 哎呀都伤了我心了 怎么怎么地的 哎呀我可知道 我怎么怎么地的 其实这样经历的人也不少 真是不少 今天就说到这吧 因为有可多给我留私信的 都不下十条 跟我说 就说你 啊你跟你姐联系 你不对 怎么地的 你这样的 还得伤心 咋地的 我就说这么一期吧 我得赶紧整饭了 今宽快回来了 给别人打提班 三天了都 告诉我一会下班了 赶紧整饭 已经安静了 还好 好 感谢观看